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哈啰 大家好 欢迎收看露娜好运生好运 我是妈妈露娜 你是谁啊 你是谁 我是狗王 好好好 你是国王啊 小国王啊 听说你要去上幼稚园了 我是狗狗切大宝贝的狗王大狗王 好啦 国王你是不是要去上幼儿园了啦 不是 是还不是啦 不是 听说你现在几岁啊 你现在几岁 四岁 四岁 你要去上幼稚园了 你要去上幼稚园什么 小班还中班啊 小班 乱乱讲 你要去上小班还中班 对 要去上中班了小朋友 好 所以呢 现在又是我们第一次要去上学 所以妈妈借了一系列关于上学准备的书 就是要去上幼稚园前很适合来念 然后做心理准备的书 那今天我们要分享的第一本叫做 妈妈今天是我第一天上幼儿园 耶 好我们看到一个小男生背着书包好开心要去上学了 对不对 跟你一样也是一个小男生 现在要背书包去上幼稚园了 我们要去上中班了 那上幼稚园会是什么样呢 我们来看一看 哇一早起来你看要自己换衣服 洗脸刷牙 洗脸刷牙换衣服 都脱掉再穿上衣服 穿上衣服 穿上衣服 穿好久好久 再穿裤子 再穿袜子 然后再穿上袜子 穿鞋子 再背上书包 再帅气的 我要准备出门了 再淋上小便当蛋 OK 这就是要去上学咯 怎么他牵了一个小小的人出去 是怎么回事呢 好我们来看一看哦 早上是小朋友叫说 妈妈妈醒醒啊 今天是我第一天上幼儿园耶 妈妈怎么 这么小一个 妈妈怎么比他还小 妈妈是绿色的脸 说的好小好小哦 然后这个妈妈好可爱 这个是妈妈 她说这本书也太可爱了吧 她的角色完全对调 你没看出来 这个妈妈小小的脸色绿绿 看起来好开心好怕 还是好害怕 好害怕 看起来比较害怕耶 这太好笑了 她说 妈妈 帮我做好午餐 然后她就开始担心了 幼儿园里会有点心吗 要是午餐时间 你来不及吃完三明治 那怎么办 你会很饿耶 妈妈好担心哦 所以妈妈有帮她准备午餐 可是妈妈担心她 如果去幼稚园的时候 来不及吃完 下午就会肚子饿 那如果下午肚子饿 然后幼稚园又没有点心 那就会更饿 那怎么办 妈妈好担心哦 妈妈有心说 我肚子饿了 对好办法 妈妈没有想到 然后小朋友就说 我可以吃得很快啦 妈妈 意思是说不用担心 我才不会吃不完耶 这么好吃 我会吃完 我不会肚子饿 天啊 妈妈在哪里 阿瑞 妈妈在哪里 你指给我看 太好笑了 躲在书包后面的 居然是妈妈耶 妈妈说 我有把你在学校需要用到的东西 都装进去吗 要是 我忘记什么东西 那怎么办 妈妈烦恼的不得了 妈妈一直在想 有没有记得 本子 彩色笔 铅笔 本子 彩色笔 铅笔 我都带了吗 小朋友居然好厉害的 站高高 很有精神的站挺挺的 对不对 她说 妈妈 蜡笔 彩色笔 还有所有东西 我都带了 我完全准备好咯 可是是谁 看起来好像没有准备好 好好笑 是妈妈没有准备好耶 然后呢 结果要出门了 小朋友已经自己先跑掉了 好开心的出门了 结果妈妈还慢慢的走在后面 妈妈说 我的天哪 有 有 有 他好笑 好笑 好笑 好的 对他好笑 妈妈紧张到变好笑好笑 她说 我的天哪 看看现在都几点了 你上学要迟到了 小朋友说 妈妈别担心 我们可以用跑的啊 对不对 也是个方法 一直跑 一直跑 对啊对啊对 结果 是谁在跑 小朋友在跑 拖着谁跑 拖着妈妈 拖着妈妈跑 她说 你上大小孩的学校没问题吗 你还这么小耶 结果小朋友说 妈妈 不要烦恼啦 我会很好的 我已经五岁啦 是哦 那乐乐你几岁 四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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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几岁 你故意捣蛋 你是四岁 那你去上学 你还这么小 你去上学 没问题吗 乐乐你去上学 没问题吗 没问题啊 不问题 什么叫不问题 没问题 没问题 妈妈要不要担心啊 妈妈是不是 妈妈也是好担心耶 妈妈是不是 妈妈需不需要担心到 变这么小这么小 我们小乐乐四岁去上学 没问题吧 赶快给妈妈一句 放心的话说你没问题 我不会呀 她在胡言乱语 快点 你又没有问题 不然我要说到这么小了 我要说到这么小了 你看妈妈说到这么小了 哇 这个学校真的 好 很大 你在这里 可能会迷路耶 会不会乐乐 不会 小朋友跟你想的一样 他说 妈妈 学校没有那么大啦 对我这样的大男孩来说 他的大小刚刚好啊 你的幼稚园大不大 不大 你会不会在里面迷路啊 对我小孩说年那样 那我不大吧 所以刚刚好 对不对 只有一间教室 你也没有地方迷路 哈哈哈 一个班级一间教室 你只要在自己的班级里面 乖乖待好就好 所以你不会迷路 你会很安全很安全的 妈妈要不要呼呼 好帮你呼呼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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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然后呢 小朋友已经自己好开心的走上楼梯了 这里 然后是妈妈还说的好小好小在这里 妈妈说 可是妈妈看起来一点都不开心耶 她说 这里我们谁也不认识 我好想念你以前的老师跟朋友哦 只有小朋友 你觉得看起来开不开心 开心 妈妈 我喜欢交新朋友哦 而且很快的 你也会交到新朋友啊 她居然跟妈妈说 妈妈你别担心 我会交到新朋友 妈妈在这里 这个小妈妈 你也会交到新朋友啦 我不在 你不要紧张嘛 你也去交朋友嘛 好不好 结果她马上就交到新朋友了耶 小男生说 我跟头发上绑着粉红色蝴蝶结的女生打招呼 她也跟我问好 然后 妈妈开始有点颜色 你有没有发现 然后这小女孩的妈妈呢 就跟她的妈妈打招呼 我的妈妈也对她微笑 她的妈妈看起来好像有一点点的不那么紧张了哦 有点眼颜色 你有没有发现这两个妈妈长得不太一样 这是绿绿的蓝蓝妈妈 绿绿蓝蓝的妈妈 好紧张好焦虑的妈妈 不会微笑的妈妈 这个呢 是身上开始有颜色了 会带着一点点微笑的妈妈了 对不对 有没有看出来 好可爱哦 这本书 然后呢 我们找到我的教室 门是开着的哦 哦哦哦 妈妈 突然间换小朋友好紧张了 说不定 我还没有准备好像幼儿园耶 你看小朋友突然好紧张 开始也变成绿绿蓝蓝的人了 有没有 好换她的妈妈 妈妈 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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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好色 嗯 她 本来充满了颜色啊 本来很开心的是有颜色小朋友 当她开始紧张的时候 她们都会把它画得好像有点蓝蓝的绿绿的 为什么 这一点点蓝蓝 因为用颜色来代表心情 所以呢 她看起来有点蓝蓝的绿绿的 她开始突然有一点点紧张 可是只有一点点 所以其他部分都还有颜色 然后她的妈妈叹了一口气说 啊 我相信你在这里一定会过得很好哦 看她妈妈给她信心说 没问题的 我相信我们乐乐去幼稚园也会过得很好 因为教室里面现在还 因为她还没有进去 她觉得黑黑的 想象的世界嘛 你看她蓝蓝绿绿的脸 这样看着妈妈 嗯 是真的吗 诶 结果呢 老师出来迎接她了 老师说 哈喽 你准备好要上幼儿园了吗 哇 老师笑蜜蜜的来接她 一瞬间她就突然间又长大了 哈哈 我要准备好了 我早就准备好了 我整个夏天都在等这一天啊 我五岁了 可以上大孩子的学校 于是我直接走进教室 跟你一样耶 这个夏天我们都在准备要上幼儿园的准备 我们也准备好了 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加油 对不对 对不对 我们一起勇敢的开心的走进教室哦 因为我其实也会那样 有一点点紧张是不是 那是怎么样 那是怎么样 我其实也会得到一个小奶 所以一直要跑 一直跑 很开心的一直跑 所以你是好开心想去上学是不是 OK 你的大学里面有一些动物 哦 然后呢 所以你喜欢 你很喜欢你的教室 是不是 好棒 所以你很期待去上学吗 嗯 那真是太棒 你看然后呢 然后你看换妈妈突然间好舍不得的抱住这个小朋友哦 他说 当我的老师说 爸爸妈妈们的离开教室的时候 妈妈就先抱着我 然后亲亲我 抱抱我 又亲亲我 妈妈呀 妈妈呀 然后妈妈送他去教室之后 然后是 然后老师就会说 哈喽 要说拜拜喽 妈妈要先回家喽 那就是妈妈 对 妈妈留在门口外面 对 其他一起来上课的小朋友 有一些小朋友还很紧张啊 所以他们看起来还是蓝蓝绿绿的 然后像这个小朋友还舍不得放开他的妈妈啊 但是他准备好了 那就是你 别人的妈妈 别人的妈妈 嗯 他带这个小朋友来上课啊 然后这小朋友像还舍不得跟妈妈说再见 所以还抱着妈妈呀 刚刚那个妈妈是不是 他是不是直接进去了 然后 没有他是出去了 他很勇敢的跟妈妈说再见 因为等一下妈妈就会来接他了 所以一点都没有关系 对不对 好 然后 然后呢 他们到幼儿园里就开始做他们的工作咯 天哪 幼儿园太棒了嘛 我们都在玩啊 你看这边的人在玩什么 不知道 画画 对不对 那这边的呢 不知道 你觉得呢 念书 那这边的呢 摩摩基 对 基木 对不对 那这边你觉得他们在干嘛 玩拼乎 对 我也觉得他们在拼乎 欸 这边在干嘛 不知道 电脑欸 那这边在干嘛 嗯 吃东西 是的 没错 这边在干嘛 不知道 欸 刚进来在挂书包 对不对 他说好好玩喔 好热闹喔 每个人都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就好像做到了啦 嗯 然后呢 没有关系 他已经拼好了 然后小朋友 这个小男生说 我和我的新朋友们相处了一整天 我都还没有注意到时间的时候 就居然已经要回家了耶 怎么这么快啊 怎么那么好玩 那么开心啊 所以他说 当我们在排队的时候 我觉得自己长到好多 他看起来好神气好骄傲喔 他觉得自己好棒喔 我完全适应 学校适应的很好啊 妈妈 你真的一点都不用担心 是不是 润润 你也真的一点都不用担心 你也会适应的很好的 是吗 然后呢 走到校门口的时候 就发现了 他们跟着老师走到学校的操场 发现妈妈就正在那里等我 欸 他的妈妈在哪里啊 不知道 你找找看 他找 哈哈 他妈妈又变成绿绿蓝蓝的人了 为什么 不知道 他妈妈一定是好紧张喔 不晓得 他今天在学校里过得好不好 所以好紧张喔 那我们来看看 我们看看妈妈会不会恢复 好 我们看看妈妈们会不会变成正常 啊 结果你看 妈妈抱到他了 妈妈就放心了 妈妈就问他说 学校怎么样啊 他说怎么样 超棒 妈妈就立刻放心了 变回正常的大大的 有颜色的 温暖的妈妈 然后呢 妈妈就说 你是对的 你上大小孩的学校正适合欸 我真的好为你感到骄傲喔 然后呢 他就把 小朋友就把他今天一整天在幼儿园遇到的事情都告诉妈妈了喔 然后小朋友说 妈妈 我明天可不可以搭校车去上学呢 拜托嘛 然后妈妈又突然间紧张的怎么样 你看 他想要搭车去上学了 这么快啊 妈妈又紧张到怎么样 变成蓝蓝绿绿的人了 因为妈妈又多了一件要紧张的事情了 天哪哈 才刚适应学校又有别的事情要忙啦 结束 好可爱的一本书喔 所以其实好紧张的是谁 你觉得妈妈比较紧张还是小朋友比较紧张 妈妈 妈妈比较紧张欸 跟妈妈一样 妈妈也好担心你去学校 会不会好顺利 他就觉得好像在一边也有 嗯 再一样的图片再一次给你啊 那你去学校会不会好顺利 不费 哦 你别认我好担心嘛 你可不可以勇敢的进教师里跟我说拜拜呀 他告诉你借书的日期啊 什么时候借 什么时候要还啊 嗯 好 嗯 告诉你什么 他当务什么时候 他也不用还 什么时候要还 哦 这个我们没有盖 那是之前的人盖的 他这张纸只是告诉你说 什么时候要借 什么时候要还 那他有帮助我吗 我讲啦 就是什么时候要借 什么时候要还 然后我们没有盖 所以现在没有 是空白的 空白的 知道了吗 嗯 好这不重要 好了那这本书我们分享完咯 希望我们小乐乐去上幼稚园中班 也可以好顺利好顺利哦 嗯 然后接下来我们还有好多本要去上幼稚园 我可以发展一本书哦 好棒哦 好那我们再念一次吧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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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